今天的人数大概应该是破百人 台中旅游业者2月份开出高薪月薪5万真才 吸引不少人应征房务员 但去有离职员工po文怒控 根本是骗局 他等我们进去工作到大概半点月左右之后 他就集合我们这些新进的员工 然后他就是要求我们就是去签这个合约 出他们说的月薪5万不行的内容 离职员工说自己是为了这一份工作 先放弃了原本的工作 落许之后才知道有三个月的试用期 薪水也不是说好的月薪5万元 因为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 这个薪水怎么跟我当初面试竟然是问题不一样 然后那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说 因为他们游艇有开会 然后因为我休息 所以我就没有开到会 他们开会的内容就是要求签下那份合约 他说当月领到的薪资扣掉劳健保不到4万元 跟真才内容不实薪资相差快要1万元 怒控业者没有提前告知 而遭到投诉的旅店则回应表示房屋员的职缺 会根据月薪天数薪资不同 月薪6天5万元 月薪8天的话月薪4.7万 这一位投诉的离职员工是月薪8天 只做了一个月就离职 在三个月的考核期还没有过之前 月薪会先打折扣分别是4万5跟4万出 等到身为正式员工之后会依照工作能力 加三千到五千元 并且强调应真实都有事先告知 有关适用期的一个约定 由劳雙方在不违背契约 程序原则下来自由来约定 不过离职员工跟业者双方各执一词 劳工局则表示如果有查获征才不实的情形 也会依法开罚最高150万元 TVBS新闻李晨佑李财影台中草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